這裡稍微有一點點的陷阱 藍二這個是氫氧化鈣加二氧化碳的反應 然後它會生成碳酸鈣 CaCO3沉澱 而且還會產生水 這個反應你們以前不一就學過 因為氫氧化鈣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澄清石灰水 所以澄清石灰水遇到氧化碳會產生 會產生白色粉濁的碳酸鈣會在沉澱 OK嗎 好 所以這裡一樣 老樣子 分開來 有哪些元素 有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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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個元素不能用 氧不能用 對不對 然後呢 碳 我現在太單純了 蓋 我現在太單純了 氫 其實也一樣單純 對 因為這裡一個氫氧化鈣總共幾個鈣 一個鈣 幾個氫 兩個氫 兩個氫 兩個氧 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是一個氫 所以不過沒關係我們一樣 那我們呢既然都一樣能用 那我們就隨便選一個啦 所以就找它吧 所以一個氫氧化鈣總共幾個鈣 一個鈣 所以 來 右邊 左邊一個鈣 原子 右邊也要一個鈣 原子 所以一個鈣 原子 代表 一個碳酸鈣 對不對 OK嗎 可以接受嗎 所以一個碳酸鈣裡面會有幾個碳 會有一個碳 幾個氧 三個氧 對不對 所以來 不過氧我們之後再處理 所以先為你碳 我們先處理碳 所以來右邊一個碳原子 左邊也要一個碳 所以左邊的碳汁會躲在二氧化鈣底下 對吧 所以一個二氧化鈣只有一個碳 好 再來 那一個二氧化鈣會有幾個氧 總共會有兩個氧 那一個氫氧化鈣也有兩個氧 而且一個氫氧化鈣還會有兩個氫 所以 來 回過頭來 這裡呢 氫的部分 左邊兩個氫 兩個氫 兩個氫就代表 一個氫 一個氫 只會有一個氧 對不對 所以 你會發現 在這裡 我左邊的氧 適合加了四個氧 對不對 總共四個氧原子 右邊的氧呢 乘加一 也是 四個氧 所以它的係數就是 顏一血 鼻一鼻一鼻 OK嗎 不會太難了吧 好